回收垃圾在捷克艺术家里希特罗娃的眼里 就是生活化雕塑创作的原料 他用一双巧手把从垃圾堆挖出来的废弃物 化腐朽为神奇 他的艺术创作不仅在一两展出 还受邀为巴黎时尚百货公司进行橱窗设计 一颗颗摇曳生姿的绿树红花 一盘盘令人垂涎欲滴的日本料理 这些用塑料创作的生活化作品 全出自捷克艺术家 里希特罗娃的巧手 他使用的材料来源 除了在自家库房中寻找素材 也会跑去资源回收和废弃物收集中心 翻找一些彩色瓶子或其他物品 这些利用宝特瓶以及食品包装塑料 所创作的作品 里希特罗娃称他们为PET艺术 我必须说 我是一个统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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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统 像是廢棄塑膠膜 塑造出綠色蔬菜和魚等日式食物的模樣 這些鮮液玉滴的壽司定食 在布拉格的一間畫廊展出 展覽主題就叫做日式快餐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欣賞 目前 湯正在為巴黎的春天百貨進行塗窗設計 他計畫打造棕櫚樹和熱帶花卉的叢林 這個靈感來自於瑞士女星烏蘇拉安德斯 1965年主演的一齣電影《香港人》中的場景 55歲的里希特羅娃曾就讀布拉格和巴黎的藝術學校 他大部分的創作生涯與木材 金屬或髮廊圍物 直到2004年才開始使用塑膠創作